特級砂糖加水攪拌以後 我們就把它叫糖漿 糖漿當然有溶度的不同 我們這邊用的有特級砂糖 二砂跟一米糖漿 一般推薦還是用特砂 因為特砂成分最純粹 最單純 不會有很多添加物 那你要給蜜蜂吃 當然你對它的營養的來源 我們要清楚 我們就是只要這個很純的 這些燙水化物就是特級砂糖 那這個糖跟水的比例 糖跟水的比例 夏天我們都是固定一比一 冬天很冷的時候可以二比一 但是二比一的話 糖二水一 你再怎麼使勁攪拌都很困難 所以這時候水就是要加溫 再攪拌 但是水加溫攪拌 那你要等它降溫以後 你不要說它們燙直接去餵 你不要等它降溫 降溫以後再去餵這個糖漿 那這個餵的次數 時間 我們通常餵的時間最好是傍晚 不要說一大早就先餵糖漿 因為一大早餵 打完蜜蜂就偷懶不出去採集 所以最好是傍晚 但是有時候按以性質 譬如說你的風場 在培營地區 你也不可能在那邊帶到那個碗 那兩個字 只好就去的就餵 那你只能這樣 那位的次數等等 那個還是要開箱檢查 其實你只要開箱檢查 槽片拿起來定一下 你大概就知道這個裡面有沒有密 其實更簡單就是你從上邊 看那個曹光曹光之間有沒有 邊邊有沒有白色 類似塗出來 那個就是封蓋的蜜片 你從上方往下看 假如說看到那種 邊邊有白色的封蓋蜜片 那就表示說 它這個有足夠的 這個糖水的儲存 所以假如說你的風情 都已經有封蓋蜜片兩三片了 那你就不要餵 就不要餵 所以這個不是防目的餵 所以開箱檢查還是重要 有些會沒幾箱 因為少數幾箱 你一兩個禮拜 總要徹底的開箱檢查 然後看看 君子要不在啊 對不對 你的花魂 蜂蜜 這個片有沒有 然後你再 還有你可以做草片調整 對不對 像我們一定要把卵幼蟲拿到中間 那有些人會用糖魂 特殊糖魂 這個糖魂 是少數草片的肉群 變成你只有一兩片 幾乎快要垮掉的風群 你要 氣之可吸 但是你又覺得每次胃糖水 就會密死很多密封 像那種情形 你就可以用糖魂 另外就是在雨季高斯的環境 雨季高斯環境 所以胃糖魂 密封要融化 它還是要去採水 密封還是要採水 所以意思就是說 在雨季高斯的環境 你胃糖魂才比較適當 你要是大熱天 比如說夏天 那種大熱天 你胃糖魂就不適合 因為沒有 可能要取得水 除非你通常 有刻意的淋水壯滯 不然這個就很麻煩 那目前我們胃食堂家 直接倒入四堂 我們就直接倒入四堂旁 我們就直接倒入 旁邊就是 放五塊 這邊大家有看到 你看這個 這個我就是 吊掛沙滿片 沙滿片 沙滿片 一般這個沙滿片 在 風長瓶的生產季節 我們不會用 但是像現在秋冬天 我們幾乎也沒有什麼 風長瓶在生產 那而且秋冬天 這等一下應該會再講 秋冬天 這個風後 風亡的殘暖 會下降 那幾乎沒有幼蟲 所以幾乎沒有幼蟲 沒有幼蟲 來沙滿 除滿 才能夠徹底的房子 裡面大家也知道 你要是有躲在風蓋的 風房裡面的這個風性 你根本 薰真或者說毒殺他都沒有用 所以我通常會在秋冬天 月冬 我就用這個沙滿片 那這個沙滿片 一吊掛至少要三十到四十五天 每一次吊掛要三十到四十五天 意思就是說 這裡面有些封蓋的幼蟲 在這個一個多月 都會羽化成成蟲 所以風線 才能辦法徹底的喪失 而且你看 你吊這個沙滿片 對我們多方便 你不要去那邊配置 就是百病鈴 其實百病鈴會用完了 我相信很多人也用完了這個百病鈴 而且百病鈴是要 蒜糖的這個含量 跟糖水混合 那我不如吊個沙滿片 在這個期間 我用沙滿片來防满 我們只要說整個冬天 你把食物充足 然後徹底的防满 當然要預寒 預寒措施做好 那你的豐厚 健康的 那幾乎可以確保 你可以安全的越冬 一個安全越冬 所以我們現在應該在期待的 就是 越冬以後 你的風群還建造 我們最近 大概我發現至少有四個王 四隻王臺 都預化為處女王了 那我把他擺到教委下 結果四隻處女王 全部都不見了 所以我意思就是說 這一陣子 你真的要預王 要分輝 都很難 都很難 我們有三隻在九層頭 那時候我預出來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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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王臺 王班長 他 就是把他擺到教委箱 那這個他都已經 已化處女王 結果他今天 開箱檢查 發現三隻都不見了 然後行下這邊 其實我也 有一兩 就是最近 也幾乎 陪了兩批 這個成功的機率很低很低 我能這麼講 當然或許 現在雄風數量也很少 雄風數量也很少 都有關係 所以 所以你現在只能期待 安南的月東 然後我們等來春 尤其像 現在油菜開花 那這個開始有油菜的滾蜜 想說你的風場 可以收得到油菜的滾蜜 然後天后回軟 這個就是最好的一個環子季節 所以一般他來講 春房 春天房子 就是來期待 油菜的這個花蜜 這個就是 擺唐紋 擺唐紋 肉裙 擺唐紋 好 那另外就是 風場 我們 要主動 供水 當然假如說你的風場 有天然的 池塘 或者吸油 那當然是最理想的 那假如說沒有 那你要主動供水 那我們主動供水 我們譬如說 種一些水生植物 種一些水生植物 種水生植物 蜜蜜蜜會停在上面 然後這樣吸水 比較會膩地 那另外 我們就做這個 自動 調節水位的 一個 就是 這個我自己種的 我們水的食物 可以可以 評估一下 那這個是 他這個水位 我們現在控制在這個地方 所以他這樣一降 這個水就進來 這不少開關 滿了就把它灌掉 所以這不會進來 所以這個 一年四季都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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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好 很簡單 你只要相當器材 有的話 尤其你是那種 固定的風場 一定要準備一個 當然你要有水源 要有這個水管 這個就是我整個系統 還有排水 好 所以 在這裡 我們等於把蜜蜜需要的 這個放五塊 還有糖漿 還有水 我們都把他預備好了 然後就是讓他能夠 食物充足 可以躍動 然後這個部分 最後我們要講 好嗎 好嗎 感谢观看